第25届台北电影节盛大开幕 今年北影与文策院共同推出了重磅的非常演员项目 在后疫情时代将台湾重要而耀眼的明星 推荐给世界各地的影视圈产业的工作者 由于台湾的影视圈的演员们 是重要的华人影视工业明星制度的存在 因此今年呢透过评审 就知名度 演技力 流量跟各方面的影响维度 选出了九名非常演员的获选代表 透过了外语的自我介绍跟影片的推荐 推向了海外 给海外的制作单位跟影视公司 绝本中的错 变成一个演员是一个很酷的事 我可以在任何形状况和任何形状况 杰鸡犯人 性务员 少女生 and god of love what's next how would i know multiple perspectives of life we're making things disappear and become real i need you my dream is always being in front of the camera taipay film festival taipay film festival top talents 电影蓝色大门 电影当中 骑着单车穿梭在民生社区的 那个大男孩张士豪 微风吹拂着她的帅气的脸庞 那是青春无敌的陈柏林 随着岁月的推演 成熟帅气 陈柏林一步步的作品 跟着大家的长大 不管是我可能不会爱你的大人歌 风靡的全亚洲 或者是鬼死当中有点苦手 却是搞笑无边际的那个男主角 还是正义的算法 冷静却又沉着的律师 还是有点chill 带着大家到森林当中 一起感受实境魅力的击倒森林 陈柏林他不只在镜头面前 持续地散发他的亲手男魅力 他也自己开始开了公司 不断地制作着 散发着他个人独特影视价值的作品 呈现给所有的观众朋友 我叫BowlingChan 我追求什么 正业务 一个好故事 富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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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已经22年了 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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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是接着 我怎么会知道 均等于 保持 地主力 人 剃私 是个选择 可能 悠众 不 结束 明显 恢众 身 接下来的改变 然后 叫我小朋友 这就是我的短片 当出道的时候 混血儿洋娃娃般的脸庞 交好的身材 精致的外表 大家永远都记得她是模特 演员两个字 好像跟她似乎沾不上脸 但随着一步步的作品 红衣小女孩 目击者 麻醉风暴 她和她的她 第九节课 徐伟宁以演技 证明了她作为演员的存在 当男人恋爱时 让她登上了票房女星的高峰 从此以后 她在当代的明星制度当中 成为了投资者 监制导演的最爱 徐伟宁 当代台湾电影女演员当中 最闪亮的一颗星 嗨 我是韦宁秀 为什么我喜欢演员 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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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舞蹈及舞蹈的舞蹈 experiences。 很多時候我們 act like magicians 我們讓事情失敗 變成真實 這就是為什麼它是非常有趣 我經常問我什麼 role 我決定要挑戰 我經常說我喜歡挑戰 我經常給我100% 演繹是像呼吸 我不是只想要 我需要 所以 你的想像是很好的 我未來的事 關注演藝圈久一點的人 記得她是大嘴巴的團員 慢慢慢慢的喜歡看電影 喜歡看戲劇的人 隨著做工的人 查經 生生世世 越來越認識她 體會到她喜戀的演技 也透過了金鐘獎一次一次的入圍跟獎項的肯定 證明了她演技的存在 演員的身份跟角色 她是薛士林 士林她曾經為了她熱愛的演員這個身份跟工作 曾經兩部戲同時嘎在一天 她必須要在兩個極端的角色當中自由切換 她現在證明了她能夠做好演員這個角色 而且獲得了票房跟獎項的賀彩跟肯定 我叫薛士林 我是一個演員 讓她在演員 我认为能够成一个演奏 我认为能够成一种剧场的剧场 和剧场的剧场 是在感觉的方式中 和能够感到的一种各种各种各样的角度 和感觉到各种各样的角度 例如,如果你会写的雾尔 或是有雾雾的雾雾 会出现你的手 会痛吗?会痛吗? 会你控制它? Yeah, that's it. I mean, that's a lot of fun and through acting and film magic we can actually make the audience feel relatable. Han Royale的演技 我認為作為演員是一個很酷的事 我覺得很興奮 但坦白說 从14岁的双人女子偶像团体Sweetie出道到现在 20年来她经历了演员 歌手 经纪公司老板 不同的演艺事业当中的角色呢 她各种的淬炼 甚至放下了演艺工作出国留学 一再一再地挑战自己 不只是演艺人员 她甚至也是老板 不同的身份让她能够在演艺事业当中获得了共感 但她还是最爱的是演员工作 刘品妍透过了《华丁初上未来妈妈我的婆婆怎么那么可爱》 印证了她的演技力 同时认证了演员是她一辈子最大的热爱的工作 German Bella Esther Liu 就是这个艺术 我需要 我需要 绝不做的 怕 我 我才是你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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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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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需要你 你娃 有些人的明清光環是天生就抵擋不住的 柯正东就是一个这样的重要的存在 从那些年我们一起追的女孩 那个热血 有点好笑 为爱无畏前行的那个大男孩 一路在演艺当中 前行到现在 黑的教育的导演 柯正东不断的蜕变自己 他拿过金马奖的最佳新演员 入围过金马奖的最佳男演员 入围过金马奖的最佳新导演 他在黑的教育展现了他的导演才华 同时也在月老跟初恋漫办拍 持续的展露他的明星魅力 我相信柯正东 他持续会在电影影视创作表演当中继续绽放他的光芒 我是Kai Ko 我是演员和导演 我的第一个电影是一个小爱故事 叫《You are the apple of my eye》 因此电影 我获得更多的机会 演出不同类型的角色 例如 犯罪的邦人和法国家 最大的挑战是 如何说好 如何说好 在拍摄《The Road to Mandalay》 为了进入角色 我们组织了国家 和台湾的地方 在那时 我们每天都能在这些谈论 帮助我记得现在的论词 我爱演员 我爱我的工作 有些人的才华是上天所赋予的 王靖应该就是一个这样的女性的存在 在还没有成为演员的时候 她就以作家俊俊为许多读者所熟知 《返校》让她在电影圈一鸣惊人 一步一步的透过了《瀑布》《月老》 在电影圈绽放光芒之后 近期在Netflix的人选之人 《照浪者》大鸣大放 她成为了台湾20岁世代女性当中 兼须了票房、人气、流量的保证 她也在金马奖最佳女主角奖项的入围当中 获得了肯定 你要说她是20岁当中的大事女性的 刊版的存在 一点都不为过 我们还可以继续看好她在30岁、40岁 甚至是50岁继续地绽放光芒 我名字是 Jingga Wang 我当年白天 bullets 我是丑正正的出品 我曾经在《队链》里面 《导致》》 《鲁玉大放》 《鲁玉大放》 《处》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的梦里可以在每一种形式,每一种角度和皆一样 我可以无常地爱我自己爱或是谁我国家所得分的 这是为何我爱演员 因为我一个打赏的世界位置 I'm a dream maker 晋營電影圈目前幕後工作三十多年 陳以文不僅是優秀的演員 還是導演、劇作家 甚至還曾出版書籍談自己的電影人生 可謂是全才型的電影人 在他細膩的演技之下 他不只曾經演出過狼痴 令人恨到入骨 也曾經在陽光普照當中這個父親 讓人家覺得對他的角色入目三分 佩服他的演技功力 Hello, my name is Chen Yiwen I'm an actor in the cinema industry and have participated in over 30 films In 2019, I received the Golden Horse Best Act Award for the film A-Sung When I was a teenager I had strong interest for unique hobbies including horse riding, boat sailing, martial art, table tennis and performing art, including singing in the Beijing Opera My dream is always being in front of the camera, Playing a character that can convince the audience that I am that person in that circumstance and to let him have the potential to touch people's heart and be remembered I don't know I don't know afterward 얼른 You may be revealed how far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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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當年那一位加拿大回來的廣告女模特兒 一步一步的TVC拍 拍到了戲劇 拍到了電影 從停車 破處 逆局 做工的人 從戲劇到電影 每一個角色 她認真地揣摩 到現在 她可以大聲地說 我熱愛演員這個工作 嗨 大家好 我的名字是曾沛宇 在Mandarin 三培魯 在台灣 我以前工作為電視劇 和風格模特兒 現在我主要工作在電視劇和電視劇 在我開始時 我經常演出的角色 有些人的角色 有些人的角色 然後我偉大角色 農於角色 還會更多的角色 像一個更多的角色 甚至更多的角色 甚至更多的角色 像一個殺手 一名人妝套 或一個殺手 一名人妝套 一名人妝套 惹人充套 然後她演出了 在第二部的角色 是的,我演了死的身體 我其實沒有開始演出 直到我幾乎30歲 無論如何是太遲 如果你真的想到你的生命 就去吧 《英雄》 宇宙不同的氣質跟清澈的眼神 方雨婷在她的首部電影長片《美國女孩》 就讓華語的電影圈人士驚艷不已 被視為是超級又稀缺的新人 成為大家看好的未來極具潛力的星星 而且她熱愛歌舞劇 並希望未來能夠在歌舞劇的方向 能夠繼續的發光發熱 是值得期待的 而在最後真相當中呢 是繼美國女孩 令大家更加驚豔的一部作品 方雨婷,前途不可限量 嗨,我的名字是Katelyn Fang 我從美國生在美國 但我當時一年來台灣 我當時一年來都已經過世了 我從來都過世了 我可以語中和英語很容易 我可以語中和英語很容易 而且我學習得到日本 也有學習得到 我愛演唱 因為演唱 因為演唱 會給我很多機會 You get to understand multiple perspectives of life and I feel like that's really interesting and I also just really like storytelling Because I feel like being an actor That's pretty important, and I really like doing it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